美麗灣渡假村成為大違建 但現在還有一個開發案也受到關注 總開發面積高達26公頃的 山源棕櫚冰海渡假村 預計建造580間客房 環保署5月6號將針對開發案 再次召開環評審理大會 環團表示開發案位於阿美族 北南族的傳統領域內 渡假村刻意規避原基法21條的規定 漠視在地族群的權益 這邊是原住民傳統領域 那都還沒有去確認 這附近部落的意願之前 這不應該通過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裡是海岸法通過之後 可能是海岸保護區 那如果在海岸保護區的話 尤其是山源灣有很珍貴的珊瑚礁 那如果是海岸保護區 那就應該要在確認範圍之後 再去做審查 美麗灣過去在地人反對 還有環團反對 那也是因為說 它太靠近我們的自然環境了 那其實一樣中壢濱海 也是位在一個非常危險的 一個離脊混同城上面 而且是在山坡底上面 而且又比美麗灣還要大面積 然後甚至是500間的防客樹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擔心就是對在下游的 這些居民的安全這樣子 山源中壢濱海度假村跟美麗灣度假村 相距只有500公尺 族人呼籲台東縣府 應謹慎面對度假村開發案 避免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讓美麗灣事件再度發生 其實我覺得台湾縣政府應該要審視一下 或許這些開發商利益良好 但是把他們的這些利益良好的方面 集中在就是已經規劃好的在都市地區 或是城鄉發展地區 而不是在一個具有又是傳統領域 然後又是有實前遺址的地方 然後又有一個在地址上面的安全遺利的地方 做這樣子的大面積開發 當然希望說現在大家就能夠把這些地方 能夠保護起來 然後如果真的是需要發展觀光的話 就在都市 就是台東市區或其他市區的地方就好了 讓這邊保留下來 台東擁有美麗完整的自然景觀 卻成為獨家飯店業者爭相投資的地段 帶來了商機 但同時也帶來了破壞與污染 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要如何並存 原住民文化資產 如何不受影響 也將成為嚴格審查的標準 記者文靜靜的 台東北南採訪報導